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晚的嘉宾主持梁宇童 首先我多谢昨天打电话进来的观众 以及在网页上留言的网友 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 公众监察和侵犯私隐 是否必然的矛盾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 包括有立法会议员高天赐先生 高二元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另外还有执业大律师莫兴叶 莫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欢迎港大市民发表 你们的意见可以打电话上来 我们的这里 28789192 28789192 另外也可以透过 零分卫视的微信 公众号里和我们 现场嘉宾交流意见 正式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今晚的重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么多爱 请不吝点赞 新闻回答 立法会选管会 以及连资公署代表 今天举核 选拟指引感接会 会上指出 新修订的选举法明确作 拒选的定义 其中藉至或压制提供利益 承诺提供利益 以各种形式提供利益等行为 都是求性拒选 此外 改化心饮日的发任申报义务要求 与候选人于今年8月31日前一年内 成为机构巨委人 以下担任职务 有向成员提供福利的非竞选活动 或候选人参与到子女活动的行为 都需要申报 一名54岁的内地男子 涉嫌在皇朝曲食典内 偷走食客放置于三代的12万元 本周已经过关闸日境时被捕 仅以加重毒涉罪而上检察院 施警表示 上月节度有内地男子被偷钱的消息 径翻查闭路电视 发现案发现被捕男子进入食店 周围打量食客 之后用衣服遮挡 偷走挂于以背外套的口袋里的钱 被捕男子公称 看到有盈金录出口进行盗事 日前24岁内地男子 实验犯盗被施警拘捕 施警表示 事先后在他身上以及酒店内 首出合共大约85颗冰毒 9颗大蚂 76颗麻糊 以及吸食的工具 然二人承认重类地购买毒品 致行递入澳门 并透过手机软件 向娱乐场人士销售 畅达三周以上 施警将以不法贩卖白罪药品 以及精神浴脈 将延二日而上检察院 有制片人刘波打造的电视剧 比翠奇史 昨日在香港召开了国际起行形式 拍视地跨越东南亚 亦及港澳台 总投资超过15亿元 欢迎大家回到现场 我们今晚要谈的 就是公众监察 以及侵犯私人 是不是有必然的矛盾 事发就是因为 澳门爱护动物协会主席 因为Facebook 转载了一段 施警虐待狗席的片段 被控告 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 事件引起争议 有人认为 这个做法可能将会撒退市民 令他们将来再不够胆 去揭露一些犯罪行为 尤其是当他牵涉到 这个执法人员的时候 另外也有人认为 这样做其实是变相鼓励犯法的 我们先和现场嘉宾谈谈 我想和麦律师谈谈 其实《约代狗席》的事件 在1月中发生 当时爱护动物协会主席 就转载了这条片 根据报道上 他自己并非拍片的人 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他是怎样去违反了这个国之法呢 首先我自己觉得 我看不到直接一个违反 为什么呢 因为违反他的条文有一个定义的 就是说他所做的一个行为 能够很明确地区分到 是哪一个人 例如他收集了可能他的相片 或者是一些录像 但是我刚刚看现场 现在播的那个片 我就真的我自己看不到是哪一个人 因为首先一好蒙 第二样东西是 我是区分不到是哪一个人 我是界定不到 这是重点 而且我刚刚听你这么说 那个主席是属于一个转载 或者是分享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纯粹一个分享或者转载 我觉得又没有牵涉到很明确是哪一个人的情况下 我不觉得是有违反到那个各自法 重点刚刚那个题目有讲到 如果牵涉到执法人员或者什么 这个是一个假设而已 再加上我看到近日的报导 其实有关当局的司长 他很明确表明他根本是并公办理 不会因为他是执法人员或者怎么样 会发生这件事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 我们现在经常都说 牵涉到执法人员 但是那个执法人员被发现的 不是因为那段片我们普通人看到 知道是执法人员 而是可能经过调查或者其他媒体的消息 而转移出来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因为那个有关的主席所做的行为 直接令到其他人发掘到 这个是谁来的 而且那段片不是他拍的 我想说带出这件事 所以我就不觉得他说 违反了那个执法 我这么看 高议员 其实在一个比较争拗的点上就是 你有这段片的时候 你究竟是不是正当使用这段片呢 也都有一个争议就是 如果是拍到这段片 或者是有这段片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它交给警方 就不是在社交网站上面转载 就是在社交网站上面转载 就是在社交网站上面转载 算不算是一个正当使用呢 你是怎么看的 现在社会上 如果大家都用开一些 微信啊 WhatsApp啊 Facebook 我差不多天天都在看一些片 就是天天都有涉及一些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人来的 就是有些片 有些就在一些公共地方 有些就在一些屋里面 都有天天都有片的 事实上如果只是针对这次的片 给一般一个人 即是普通的市民 来去看 他只是看到一个人 但认不到他是谁 就是根本上 你是没有机会 就这样刚才播这段片出来 就不知道他是谁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人 就会感觉到 只是有些动作 所以变了有关私隐的方面 其实都是一个叫做比较争论性大 究竟是否真的侵犯到私隐的问题 这个也都是 多多落尾 我们都是去到法院 由官来去判断 究竟有没有这回事 我只是觉得 其实有这些事件出来 都是一件好事 因为给我们知道 究竟我在我的岗位 当我见到有刑事的行为 发现出来 我应不应该拍录出来的 因为另外一方面 大家都不能够忘记 我们整个澳门都有摄录机的 都是要来某些用途的 有些是为了交通的安全 但是当交通安全 也有其他刑事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这些摄录机都是要拿来做证据的 所以变了某个程度 我们的普通市民在某些地方 某些地方 餐厅也好 或者赌场也好 你是没有了你的私隐的 你是被人拍录了的 但是只不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某些程度 他说会拿出来 拿出来给港众去看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 挺好的话题 你去讨论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这个市民的私隐 在最初决定去在街上 安装那么多的CCTV的时候 已经开始我们会担心 究竟怎么用我们看到的片子 想问回莫律师 刚才我提到的其中一个争论点 就是如果是拥有片的人 又或者他是由朋友的手上 得到这条片的人 他究竟是否算正当使用这条片 其实正当使用 我相信那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用于那个用途 例如你是搜索一些资料 一些员工的资料 身份证资料 那些私隐的个人的资料的情况 你用于什么呢 原来我是为了公司的签合同 所整理的 那这些就是正当使用 正当使用不是说限于 究竟是拍那个 还是转载那个 最主要是最终的目的 是为了什么 刚才刚才也有提及到 比如高院员也有讲到 发生一些罪案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时候 都会调动除了公共的录像之外 有时候都会调动私人的录像 例如可能银行门口 私人机构 或者我讲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大家都会用的 就是这个 那个叫做 駕駛 那个私家车的录像 那个摄录镜头 当然 他都会常常涉及到行街的人 就算发生意外 我们看过往一些 发生了事的时候 除了看过交通意外的状况 都会牵涉到其他人的情况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纯粹 用于为了发现这个事实的真相 而这个可能会牵涉到刑事 那就是两个利益 如果有冲突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保护交代 例如是公众的利益 我举个很极端的例子 如果拍到有人打劫 或者有一些很严重的罪案 那这个 我相信主持人也会回答我 这个是一个 就是很清晰的一个案例 这个很清晰的 只不过是 有时候有些利益 两个平衡之间 有人会有另一个观点 有些人有相反的观点 所以这个才会 大家有争议 或者是讨论的地方 那如果你说 刚刚这么说 我觉得纯粹转载 你转载太空泛的东西 我们说不出话 属不属于违反 因为大家是分享的 而且现在这个年代 公司也说到 手机 网上 可能大家在座 每一个人 现在都是看这件事 多过看电视看报纸 就是这样 想问回高议员 其实你认为 如果 今次是提告 这个我协主席就是被告 今次的提告 是因为当事人去提告 才有这个立案 其实是 会不会 他认为 有人去提出 这件事 是否有足够的证据 才会令到主席被告 当中 现在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其实整件事都要当事人提出 需要 叫做 檢控 就是 施警就会立案 所以 整件事都是 如果你说某个人 侵犯了你的私人 你当然 要真是被人感觉到 你的私人被侵害 那么 就分几个步骤 因为不只是 那个所谓 拍了出来的那段片 但是其他人转发 包括现在 做的争论性 就是这些媒体怎样呢 其实呢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自己个人 在四年前 选举期间 就在那个网上 就有些诽谤 这些更加严重 诽谤的事 但是 那些媒体就 拿了 网上 一些 关于我的诽谤的东西 就做新闻 那变了呢 你就要 整天都去施警 就报案 就是 连续几天都是这样 天天都在报案 所以 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 究竟那些媒体 当它去报导 或者做新闻 你的消息的来源 是来自哪里 因为 你都有责任在那里 所以 这件事 都是根根到底 都是刚才我这样说 都是会 将来在法院 等个官去判定 究竟 有没有 他转发 我不知道 现在被告的人 是他落 还是他转发 因为如果他转发 我想如果要查 在那个V7 很多人都在转发 哪个第一个转发 但是我觉得 那样东西都是 一个其次 其实 有些日常的生活 好像 麦大藏所说的 那个状况就是 我们那些私人 去了哪里 当 譬如我在一个赌场的员工 现时来说 我们见到很多 我给了身份证 跟着我去打工 跟着某一日 就因为里面的规矩 他被邀请辞职 或者他解雇 那这件事就完了 他就来了职 当他去建第二份工 另外一间赌场 他们互相会交换 那些个人的私人的资料 那这儿有个问题了 有什么可能呢 第二间公司 除了有我的名字 有我的身份证 还有那件事 是以前那个赌场里面 发生的事情 新的那间公司 会有齐全我的东西 这儿呢 政府要加入了 有什么可能呢 他们可以互相交换 所有的个人的员工的资料 导致到呢 没有人聘 没有人聘啊 你失了一间赌场 其实那几间全部都不聘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儿有个问题了 这个更加严重 所以我很希望呢 就是所谓 我觉得今次事件 是一个叫做先例 大家去讨论 没有这个先例 我们都讨论不到 究竟呢 这些这样的所谓 侵犯私人 包括了 譬如我有很多个朋友 我有很多个手机 那当然呢 大家在吃饭的时候 交换给便 我就收了你那个 跟着呢 我就发信息给你 你又觉得我需要你 那你就说呢 你拿了我手机 那你就侵犯了我的私人 因为没有理由 我收到你的电话 或者收到你的讯息 那这些 你怎样去平衡呢 澳门呢 太小了 人口那么多 人密那么厉害 我们 无限中呢 我们都会呢 有些电话 在我们手机里面呢 都会 有些人呢 觉得已经不记得了 为什么你会有我的手机 也都 你为什么会 那当然呢 也都有第三个情况 出现呢 就是什么呢 一些大型的机构 他比如 譬如电话公司呢 你去换 换电话 或者是换个新线 他拿你的身份证 拿你的地址 拿你所有的个人的资料 好了 那些资料在他那里 某一天呢 有一间公司 推一些产品 有我的东西 好了 为什么他会有呢 是不是那间公司 将我们全澳门 一大部分 几万个电话 就卖给那间公司呢 接着那间公司 无端端就打电话 给高先生 你要不要这个产品 那为什么这间公司 会拿到这个产品出来 这个也是一个 可以 大家讨论在澳门 怎样真真正正 保护到个人的资料 是啊 尤其是在网上 譬如很多网站 Google 或者Facebook其他网站 其实你做过什么 或者是上去那些 什么网页看的 他是有了记录的 那你转头 可能你用哪个网站 订机票 那他就会弹回相关的目的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那想问一下文律师 刚才我所说的 是不是在 《个人资料法》的保护底下 任何人觉得自己的利益 是受到侵犯的时候 是有权去做这个提告 就是相关的司警 其实是可以对所有 曾经转载过这条片的人 去提告呢 其实呢 这个我刚刚都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 你提告呢 是每个人的权利 因为你如果说 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 你可以寻求公权力 例如去回司法警察局 去报案 是吧 因为牵涉到刑事问题 但问题是一样东西 就是说 最终结果 正如居然说 你是要法院判了出来 才知道究竟实际有没有侵犯 那件事 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这个案件 交到刑事处理 就已经判定了这件事 究竟有没有人违反 然之过早 这件事会成为一个案例 如果你说 我想是个人招报 在我认知上 我看到就应该是属于 因为之前没有这么广泛的报导 或者是有不定的 但是没有经过这样的报导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又是影响到当事人 而当事人后来又被发现 是一个违法的情况的时候 万一如果是转载 是会被判罪的时候 会发出一个什么讯息 会不会是反而保护犯人 现在有很多人在坊间讨论 如果我是见到他 奥医院刚才说 如果我见到有人犯案 我即时可能未及 或者未有能力去制止他 然后我拍下了这个证据 在这个情况之下 会不会令到将来的人 会觉得我拍之前 或者做任何事之前 我都会停下 我要先想一想 究竟我会不会因此而惹上麻烦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 坊间上也有一些意见 你应该即时将一段片段 或者怀疑犯罪件 交给警方 是 是 这个我支持的 一定是交给警方 因为他们有罪快的 而且有义务去做 有权力去做 但是 你说在大家的地方里面 提醒 转载 那是不是一定是说 侵犯了这件事呢 或者我觉得 我会有另外一个意见 因为很简单 如果那个地方 是一个罪恶的 整天发生的地方 我转载 当然不是说 你明眼说到哪一个很明显 针对哪一个人来拍 发生了一件事 转载提醒其他市民 我相信 在座自己都有一个平衡赤 究竟这件事 是侵犯利益 私人的利益 大一点 还是提醒各位市民 这里的公众利益 要保护 走到那里可能很危险 走到那里可能很危险 走到那个行人隧道 可能随时被人搬头 有抢劫的罪案 分享出来 去提示一些人 在这里我觉得 真的要去平衡一下 因为最主要 你明明是两个利益 冲突的时候 我会觉得 保护大的利益 是教于私人的 你也是优先 就是凌较了私人的 理解了 你刚才也提到 你主要认为 这个是 不会是侵犯 告知犯的 主要是因为 当场那个片 是拍不到当事人的样 如果是另外的情况 可能是 比较清楚地拍到 当事人的样子 会不会那个结果 又不一样 这个如果直接 录制到一个人的 肖像的时候 我觉得 除了那个所谓 私人化之外 有机会是 不法导致的 刑事另一个法律 是不法导致的 有关的罪状 可能会比较重一点 例如 我只是针对 主持人你 我要拍你的私人生活 去侵犯你的私人 等同我们 两年前 曾经有一位女士 是拍了两位警察抄牌的 那后来被判罪 是否就是类似的 类似的 类似的 因为这个是很特定的 人已经是特定的了 是吧 已经特定了这件事 还要拍照 那个人的超像 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 即使是对方 可能有机会犯罪的时候 都是 我会觉得 你如果说他犯罪 这个很可能会拿来做正宗 正宗 对方的被拍摄的人 他真的会有个权利去提告 最终是由法律去评定 究竟这个动作 究竟这个行为 哪个利益更重要 好啊 高原想问你 坊间有个疑问 就是有人也提议 应该是先交给警方 也有人说你不应该转载 但是坊间就说 如果不转载的话 究竟政府会先执法 其中一个疑问就是这样 不过我们稍后再来谈 我们先去天气 欢迎回到演场 今晚要谈的 就是公众监察和侵犯私人的问题 天气之前 就问了高原一条问题 就是说 有坊间就认为 如果不将这条片在网上 转发而是直接交给警方的时候 就会怀疑 当局究竟那个执法的力度 就会怎么样 那你怎么看 子民有这个反应呢 很难做到 所谓你说 我们一条片 怀疑是犯罪 就被警方的 在现在我们这么文明的社会 尤其是全球化 尤其是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尤其是你现在有这么多形式 就是来去拍摄 宣传 拍片 就是这么厉害的 根本上你没有可能阻挡 你某个程度 一个人的私人是没有做的 你现在很简单 你在澳门去一间餐厅 他也有泄露 你在吃东西也有泄露 好坦诚说 某个程度 我在一间餐厅吃东西 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有些私人 不应该他陆我来到你的餐厅吃东西 但是他放在那里的目的是什么 安全 它有一个安全 第二个目的就是 很多政府部门 就拿一些镜头 就是拿一些镜头 就拍着那些员工做事 那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究竟你不应该拍呢 我打一份工 但是你是拍着我在这做事 某个程度我的私人没有了 但是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呢 不合理不合情 在我的角度不应该有的 所以现在去到什么程度呢 连录音都有的 在我们的过程之中 十多二十多年 我记得当时在道路 当你有个镜头在那里 你一定有些标词在那里 告诉你 这条路前面几多米呢 就会有镜头拍你快速 今时今日已经有些手枪 可以查到你的速度 也都不会告诉你 警察会躲起来拍你 那究竟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呢 争拗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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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始终今时今日呢 为了尤其是我们的恐怖分子 那么厉害 就是全球 都在那里炸 未来的时候 都说了 一个德国的足球队 甲组 今晚明天就有比赛 连此一日比赛 是的 它的巴士都被炸了 所以在安全的方面呢 我们在社会上 没有办法 要牺牲个人的私人 你一搭一步 出街的时候 甚至乎你现在不用搭了 你在你的层楼 你一出来按升级的时候 对方已经在映着你 或者呢 那个管理处都有摄像在那里 都在映着你了 所以我们某个程度呢 都是没有了很多的私人的了 那当然呢 我们都有个个人资料办公室 也都有法例 有些有些东西 但是啊麦大壮都说了一种东西 就是我想强调 当有两个利益 一个利益是重一点 你的核心里面的利益 和你那个私人的利益 如果有一个刑事罪行发生着 你应不应该赢呢 我觉得应该赢 因为为什麽呢 利益重一点嘛 分分钟他拿着刀 或者拿着枪 或者怎麽样呢 就会出了事之后 跟着走了 跟着你怎样查呢 怎样找呢 我宁愿拍了之后 跟着就交给警方 他那个人犯罪 可以告我 那个私人 因为你拍了我 但我宁愿我去法院 就告他了 因为我一定会做证人 因为这个核心的价值 就是我们重一点 即是里面 我们那些法例 保护一些利益 究竟两者 放在个秤里面 哪个充 哪个轻 哪个重呢 这个就要衡量 但情况是呢 所以情况是 最大的问题 如果刚刚说的例子 那麽明显 这些市民就怕的是什麽呢 例子不明显 个个人心里面的证 究竟是哪个多些 有时就是 阻拒了些人去保护公园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微信 我的手机 有600 700多个群组 每天都有片出的 没有慢慢阻挡 是 转头回来讨论 先听听观众的电话 苏先生 在线苏先生 好了 刚刚听了大家 很多很多话说 那轮到我说话 那真是 首先第一件事 我自己 因为 都是刚刚好 好像高博议员所说 就是我自己 开餐厅 那我 也是有放CCTV的 OK 先说些什麽 我们说回 好像刚刚高博议员所说 因为我的厨房都放的 那难道你又告诉我 OK 是因为什麽呢 第一件事 我可以方便我监控 是因为我方便去管理我员工 但是也有跟他们说 在一个 是我在保障我情况的底下 假设有一天 我的店铺失事 OK 我的店铺被爆 那我起码 我还有一件事 可以成为佐证 OK 是不是 一个证据 去说 听他 好 一个环境证供 OK 但是我刚刚我看回 刑法典里面 OK 有个 他有写着一个问题 是说 这个视频 就是说视频 我们说视频 是要不经剪接 OK 没有剪接过 没有剪辑过 然后是要用一个 一个方法去 去保存他 然后再交回法院 OK 先说anima 这个 senior albano 这个问题 是 OK 在外国 我们会有个 crime scene 我们是以一个 社会公众利益 去出发 第二件事 各位陈姓司警 OK 各位陈姓司警 他打个狗 扔个狗隻的地方 是位于他自己的 一个天台 而天台 虽然是属于 叫做 家企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他对开 OK 他面向的是一个公共地方 OK 就是属于一个叫做 叫做 就是我们叫做 balcony even你的 balcony 你是对出去的 那换句话来说 有人用眼看到 已经喝止了他 你还在做这件事 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 叫做 可以成为一个 情能证供呢 这个是一件事 那现在 为什么会是 过支办 OK 为什么过支办 说要起诉他 我很不明白 现在你说 所谓的法治精神 是要彰显法治 是要彰显正义 你明白吗 嗯 在彰显法治 彰显正义的时候 你现在是将仁慈 高于法治 OK 就是说 哦 原来我去摄录 这一个环境 政工 而是指一个社会的 就是一个 叫做 好彩洞保法 出得及时 OK 好彩洞保法 出得及时 你现在 这样的事情 做了这件事 被人拍下了 而 他是直接没有完好无损地 将他交了出来 OK 啊 你可以说 甚至奥巴奈蠢 就是把那件事 立即订上网 OK 蠢是 stupid 就是stupid 这件事 如果他将这件事 这个 footage 直接去 啊 留底一份 一份交给他 MBA那里 就是 检察院 或者一些的 啊 相关的司法部 我相信 大家都会有这件事的嘛 因为 刑法典里面 说到是有豁免的嘛 right 有个豁免是一个 一个社会责任问题嘛 现在是说 为何选择奥巴奈要拍这件事 是因为社会责任问题嘛 是 蘇生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我们时间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这样说 以不法录制来说 政府部门 有录音 OK 都要 有些 甚至乎有些 call call 都是说 为確保服务质素 以下的内容 将会被录音 这个是一个 有一个 我店铺 都是有寫 24小时监控的 OK 是因为我们去保障我们自己 我觉得 这个不法录制的 那样东西 现在是变了 是一条 怎样说 是给了一些犯法的人 一个保护场 好 多谢你的电话 蘇生 想问一下 麦律师 刚才提到的 提到的 会不会是 这个 现在这个告知法 反而保护犯罪人的情况 我们 或者再听多一位 观众电话 謝小姐 是吧 你好 你好 高先生 麦先生你好 那我对于这个 涉录 一个虐狗的行为 正如麦律师所说的 看不到他的超像 是离远的 和他曾经喝止 他不理 那个喝止的人 那他把这条片录了 其实是很正常的 至于他说 放不放上网 他有没有指名道姓是谁 他没有 他只不过是 把一个现场发生的事 录制了 然后扔了上网 不论哪个扔都好 我扔都好 我扔了上网 而我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 到后期你们警方查到 他是谁 那这个 那这个属不属于一个 私隐透露行为 尤其是郭之盘 又是龙门任他搬的 我当年 我三四年前 我给一家不是我的公司 他录了我照照 他交了给我那个公司 然后由公司交给劳工局 那他又没有侵犯我的私隐权呢 但是你那个司法怎么做 不属于侵犯你的私隐权 当然了 他大公司 那我是小事 连我的亲戚的照照 都录了 那他属于侵犯我们私隐权呢 我们不是犯法 我们去娱乐 我走哪个位置 坐哪个位置 他都拍了 那我很想问郭之盘 你有没有去尽到你 公平公正公开的责任 去处理这个问题 你现在因为他是司警 或者因为他是特别的警务人员 所以你是用了一个侵犯的私隐权 来起诉这个 鹿像鹿片这个人呢 我觉得很搞笑 我们澳门最近整天都发现一些法例 是隆门任这个政府搬的 他的法例随时可以 我喜欢对付哪个 我就用哪一个法例 那法例是任它变的 不是统一的 因为我自己是 当时人我也是受害者 我的私隐是被人揭露 因为我公司是没有我的VIP卡 只有VIP卡才知道我去那间娱乐场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的VIP卡 我的个人资料 是披露了 那有没有人保护我的资料呢 好 谢谢你的电话 先问麦律师 刚才第一位观众的苏生 会不会现在是反而 保护犯罪犯的情况 另外他也有一件事想问 就是当时人 那个 当场约狗的地方 是天台 面向公众 其实这个地点 其实都是他自己的私人地点 天台我会有个疑惑 因为当然我没有看到 他有关资料文件的证明 以我的常识来说 天台应该属于公共地方 一般的情况下 一般的情况下 那他的楼宇是属于公共地方 还是什麽 因为我看不到 有关的文件 我答不起你 但我认为 应该普遍来说 都属于公共的地方 我说的公共地方是 那个大厦的所有人 都可以使用的 就不是说街边的人 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关于苏生提到 会不会个人资料部法 定立了之后 就会好像姑息养奸 每个人都不敢去举报 或者去拍下一些 可能犯罪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 本身法律的精神 不是这样的 法律的精神是保障 我们不会为市民 就自己的个人资料 不会被 用于非正当的用途 例如刚刚讲过 就好像邪小姐的情况 邪小姐的情况 他被录像录倒的 正常的 你进到资料 监控保安 我相信没有人怀疑 但是为何 我作为这间A资料的员工 的资料 我能过到B资料呢 这个就是一个途径问题 你怎样得来的呢 这个就是 国资办应该要保护的 法律的保护的利益 但是邪小姐的说法 国资办是认为 这件事不是侵犯的私人 我又不知道 最终的问题是怎样 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 纯粹单方面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方面 有个违反 有可能会有个违反 因为你知道 怎样传送 你说不通的 我刚才也说到 我们京城城办公室 都收到很多 资料的员工 就说 因为他们在里面做事 某个程度 要被人制期 或者抽合算帐 或者他不入 即他们认为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利用这些方法 来要他们 不是 他接着呢 就被要求辞职 是 这些就是一种情况 其他情况呢 就是有可能 他们觉得他做错事 他为了那个员工 因为你同一间 这么大间公司 就算你对 还是不对 你最好呢 不如忍够辞职 就起码 比他好 因为在澳门 根据努工法 你有没有理由 你都可以被解雇的 主要你有钱 赔上就可以了 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想着再去第二间 始终会有个顾忌的 不是顾忌 第二间已经有齐了资料 是是是 你第二间公司 有什么可能呢 不单止有齐了资料 连那件案 那件事 全部都齐了 那你们是面对这些 那这个 他去到个子办 那为什么那些私人资料 会去到第二间公司 那你们在处理这些个案的时候 是有没有跟个子办 联络或者是 询问过他们 就是如果这样的情况 底下是有没有心法 通常我们会呼吁他们 去个子办那里投诉 或者是怎么去做 但是好像谢小姐就是 那些路门 就被你搬去哪里搬去 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觉得 就是现在所谓 我们那个个子办的办公室 一定要硬正一点 不要因为六间薄企 那一间公司你就害怕了 但是呢 星斗市民 当他遇到那些问题 就好像现在这个人 所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他怕 或者他是阻碌 或者怎么样 就会面对检控 这个会感觉到 就是 法治是人制 还是法治 这个是很紧要的 如果你给错误的讯息出来 包括你们的高官 不应该出来评论的 因为现在都在行程序 所以你会见到 即某个程度 会令到社会恐慌 因为 现在这件事 究竟将来 我够不够敢再拍 够不够敢再拍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甚至乎呢 今时今日 我会感觉到 比较烦 因为现在六间博企 绑容是很关键 因为我们的龙头行业 龙头行业就是六间博企 如果他们所做的行为 没有人阻挡 我相信其他澳门的 星斗市民的 个人的资料的保护 都会凶多吉少 因为会比较容易被人参与 因为人们都可以转来转去 个人的资料 刚才蛇小姐所说的一件事 是一个典议的例子 我们现时 我们澳门 所有澳门人 在里面打工 真的要打十二分精神 因为所有你的行为 所有你个人 和那间公司 都属于某一种程度的私人 因为我打工 没理由全世界都知道 我的行为在里面 那间公司 被人知道 没可能 你要收起 包括我的身份证 包括我的病历 包括我的病历 有很多事情 你很多时候 你都要交病历 你交病历 为什么我的病历 或者我有什么病历 第二间公司会知道 没可能的 这些事情发生 今时今日的澳门 所以我觉得 这个有待改善 好 我们稍后回来再谈 先去广告 好 欢迎回来现场 今晚在谈 公众监察 和侵犯私人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有李小姐 李先生 李先生在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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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次的反咬一口的行为 很荒谬 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事实是被被人拍到 他是虐杀了 似乎是一天 已经立了被保护的动物 法例的动物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 我希望有关部门 就不要被他立卷中 可以去到检察院 立案成为一个案件 去经法院处理 因为其实过程当中 是很费个人的精神和时间 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问题的荒谬 就是 为什么有些这样的 那个法例 有些这样的准则 就是我们不希望 可以 就是以后有些这样的 同类的 性质的案件 那谁还敢去挺身而出现 就是每个人去做这个 想做这个良好市民的行为的时候 就算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 在杀人 我拍到 他在屋子里面 那我拍不拍 现在手机有网上直播 这个Facebook 我已经没有办法 即时按了直播 那我是否犯了离天大罪 全世界都看到的 那这个私隱是没有了 即是这个 所谓的杀人犯 可能会 事后又去 我们叫什么 叫马奥炮 又被他反咬了 那这些这样的法例 我觉得是 嚴重是阻碍了 有 医院做良好市民的医院 那另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说到私隱的 那我有一天 我看电视 在新闻片看到我 我没有 我没有 准备 去电视台拍 我要放我出街 我可不可以去电视台 按照这个道理 虽然这个是新闻片 但你没有理由拍我 那如果这样的 私隱都可以 告得入 这个 这个 就是个个都要 做什么 做会教人 要做个头沙粒 包着脸 就外出街 那可能没有事发生了 就是 我觉得 就是私隱条例 应该 不要 就是要讲 就是要讲智慧 不是讲智识 不是说 我有法律智识 就可以 量单 万应量单 去到哪里都OK的 但是我觉得 法例 应该有 是有智慧的方式去执行 才能够 令到法例更加 执行的时候 更加有意思一些 就不可以制造 人制矛盾社会的纷争 那就行了 好 好多谢李先生的电话 刚才李先生提到的 就是 究竟今次的个案 最后如何判法 可能对于公众 日后的 可能拍片 甚至转载的行为 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在那里 另外我们还有苏生 在线的苏生 是 大家好 四位大家好 我觉得一个法律 如果它的执行是 建基于懲罰好人的话 这个法律就不要也罢 因为你看回 其实现有的法律制度 其实都尚算完善的 你刑法典186条 侵入私人生活 其实有个弹书 其实都很清楚 譬如你泄露 人家的私人生活 一些东西的话 其实如果是 作为实现正当 及重要公共利益 的适当方法 就不予处罚的 这个所谓适当方法 大家就去想 究竟是 只是交给警方 或是好像今次那样 给公众掃诸 说回来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人 不会立刻放在警方 那些声音 就是说根本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 传播的话 事情会不了了之 就是大事大事 那我举个例子 早几年 就是我说不开名 有些的公众 是拍到 就是都是拍到 有某位局级的官员 那他假日呢 就开他的公务车 就不是他本人驾 就是司机驾 那么 根据法律理 是不能够 局长你放假都可以用你的公务车 但必须是你自己本人去驾 他不是的 要那个司机 政府司机 链上车去接送他的小朋友去玩的 那么拍了之后呢 他真的没有放上网了 不够胆了 那给了他相关的执法部门 最后这件事都不了了之 完全没有下文 所以我举个例子 就是为什么大家不信任呢 就是这样的 所以总结一句就是说 现在过资办应做不做 不应做就现在做 他应做不做 现在譬如假设 现在有些大的某些博彩公司 是吧 在内部收集这些 关于立法会的那些提名 选举提名 是应该是自由提名的 但是他就强迫那些员工 一定要一人拿两份回家 一定要簽了的 那这些提名涉及到身份证的资料 是不正当的 你是用强迫去做 是不正当的用途 那这些过资办 有没有介入呢 所以我觉得过资办 就是应该做就要做 不要做些不大家 就是侵犯了法律原意的行为 好多谢李苏嘉雄先生 另外还有高小姐在线 高小姐你好 高小姐 你好 我看到这个 真的我觉得这个 这个陈胜的施警 真是厚硬 可以这样反过 他无非是想报复 那个放上网的位主席 没事的 你这样做法 其实不是吓到那些市民 以后那些市民 不够敢去挺身 去举报任何的罪案 不然有时候有些 我看到他撞去到门 难道我醒目 我拍下了 吓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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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 吓吓吓吓吓吓 所以你做法律的时候 应该做得清楚一些 基于有任何的成分 刑事成分 或者保护自己的成分 你拍下了 是可以豁免的罪 所以你们立法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说得罪立法会 你立法出来的时候 在执行上面 在变得很不合理 你明白吗 所以立法的时候的质量 一定要再重新看一次 你们再要研究清楚 要怎样做 其实这个现在社会 那么发达 你到处都是一些摄影 到处都是一些东西 人家各个都犯法了 你每天走过 你拍着我 我又犯法了 那这个施警 如果将来再是 我们澳门的施警 那我们真是惨了 这样去利用自己的权力 去这样做法 跟着还可以反去报复人家 如果将来我们做市民 得罪了这个人 那是不是整天都走来 要向我们的市民报复 所以我觉得政府 请人 真的这件事 请人以后 真的要品格审查 很清清楚楚 先好请一个人 不要这样 如果他将来 还在公权力 还是当警察有枪 那么恶 那你怎么办 真是 现在让他知道 谁举报他 他真的会不会 怎样做 真是害怕 所以以后 我觉得澳门 立法会 不是只有高先生 你们立法的时候 真的要全部 一步一步想得 清清楚楚 要顾及前后的关系 要实施社会 执行是怎样做法 好多谢你高少姐 不好意思 时间的关系 我想问一下高议员 刚才提到 是不是事件牵涉刑事 成犯的时候 就可以豁免呢 但是可能拍片 或者转座的时候 自己是没有办法去 界定那件事情 决定究竟 是不是刑事成犯 而好像这一次事件 那最后 其实经过 受医检查的时候 也是说 狗仔的伤势 未达到那个 可以作为認识政府的程度 你带出来的问题 是很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 现在 就跟回高少姐 刚才所说的 那个意见 就是 我们 立法会 審议政府提案的法例 大家要搞清楚 所有的法案 大部分 九成以上 都是政府提案 议员就審议 就有一般 和有细质性 那些法例出来 有问题 不清晰 其实 立法 最关键就是 给澳门一般人 理解那些法案 那些法律出来 不是给专家 不是给学者 不是给聪明的人 就是那些所谓 只是他们才认识 其他人也不认识 是给普通澳门市民的 所以 我很同意高少姐所说 那些法律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但 其中一个复杂的 和 比较不是清晰的 就是 个人资料 保护法的法例 其实 当时 我也要说的一件事 就是 我在 06 07年 不断施压政府 来去做个人治疗办公室 和那些相关的法例 但出来的法例 的而且确 在执行的时候 就遇到很多问题 但其实 我们在立法会 所有审议的法例 很多都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大波数 在审议的法例 尤其是细质性 全部都是闭关的 连记者都不能进去的 那变成了 那些法例出来的时候 你在厨房 好像 苏生刚才说 你没有摄影 立法会里面 没有媒体 你出来的法案 就是撞板 所以很多法案 都是撞板 就是这样出现的问题 就是 很重要 影响我们澳门 所以我会呼吁就是 我们澳门的立法会小组 一定要打开门 让我们澳门人知道 究竟你们在做什么法案 出来给我们澳门市民 想问一下麦律师 就是 其实说回我们现在的社交网站 属于一种 就是一个信息 传播的另一个媒介 以前我们可能知道一件事 可能比如说行山 可能跟其他神韵客说 那一堆人围起来 然后听到了 他们可能中午喝茶 就跟其他人说 但现在就不需要面对面 在社交媒体上面 按一个按针就可以分享出去 想问回现在的法律 是不是未能够 考虑到现今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模式 因为科技 带来的一个巨大的转变 其实我老实回答你 法律 本身立法应该前瞻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是理想的 有些情况就是说你好像科技 微信 你几年前的法律 你怎么想过微信 现在没有人带电话的 全部都是微信 WhatsApp Facebook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预算不了那么多 预算不了那么多 还有它是科技 日生预业快到 可能有时候 我也不会用 我也要去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很难说法律 完全覆盖到每一个情况 但是尽量就是说 根据现有的社会情况 预算到将来的情况下 普遍平衡了利益 由大部分的共识 去做一个法律 去抱怨 不过我最后有一个总结 就是说 其实就是想 政府在这方面 正如今次出了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要就 个人资报这个法律 是再给市民清晰一点 哪种类型是容易做得 哪种类型是不能做得 因为你说真的 我维持公义 我去做这个动作 涉露这个动作 有很多警方的来源 都是说网上收到什么消息 都是这样 它自己都不是自己收到的 那用不可以 那警方都在用 这个要大家思考 好 今天很多谢两位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啊 来吧 咱们